十一国上日曾经公开退党的前中共官员贾贾的儿子贾阔 专程到香港参加法轮功游行 而且他也声援香港民众的雨伞革命 他强调父亲当年回国赶招人民退党 虽然到现在还在狱中 但是他并没有后悔当年的选择 希望有更多人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贾阔说 这几天在香港看到了学生们的风雨抗争 非常感动 相信对大陆人民争取民主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香港学生能够走上街头来抗暴 能够争取民主 我觉得这就是给中国人民开了一个好投 对至今已经一亿七千多万的退党潮 他认为意义很大 退党呢 他的这个所认为啊 他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呢 是全民已经认识到了 共产党是一个罪恶的政权 大家呢脱离他 不参与他 不配合他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很好 谈到人在狱中的父亲 贾阔透露 贾贾还有三年才被释放 入狱前两年都毫无阴性 遭受严重的政治迫害 不过 他无悔父亲的选择 我父亲回国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用他的实际行动 去感召和呼唤更多的中国人勇敢地站起来 不要害怕共产党的迫害 前三西省科技专家协会秘书贾贾 06年曾在香港公开退党 其后赴新西兰定居 三年后决定返回大陆呼吁民众退党 但被中共重判八年 囚禁在三西省禁中监狱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